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说说 主旋律电影 要想拥有好的票房和口碑 它必须要做到什么 首先呢我们对主旋律电影 对我这个年龄的来说 那可以说太熟悉了 因为我小时候看的几乎全是主旋律电影 别的当时那条件也不允许你拍 像三战 哪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城北战 这叫三战 那个时候我们看电影呢 对这个战争场面呢都太熟悉了 而且呢地雷战地道战南城北战 不知道都看过多少遍了 那么当时大家对这个主旋律电影 说实在有一点厌借 为啥千篇一路 不光是走那么几部 拍摄手法都完全一样 主人公呢脸谱化 绝对的英雄人物高大权 没有一点缺点 反面人物一看张头熟悉就不是好人 对这个东西就排斥 后来呢改革开放以后呢 电影市场活跃起来 那更是大家爱看什么 咱就拍什么 所以主旋律的电影呢 一点点的 由于拍摄的所说的刻板 空洞 那就拍摄技法 各方面也没有能跟上潮流 一点点就被挤到电影市场的边缘去了 所以主旋律电影呢 在那个时期并不受人待见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没无论行动 票房不错 包括前几年 徐克导演导演的《智绝有污山》 大牛子 鸡北悬天一朵云 狐鸦落进了凤凰群 满屋都是英雄汉 谁是君来谁是谁 鸡北悬天一朵 鸡北悬天一朵 包塔 震合腰 徐旅长司马复官胡彪 拜见三爷 你 啥时候认识徐旅长呢 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听说徐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两件珍宝 拿两件珍宝 宝马快刀 马是什么马 卷毛青宗马 刀是什么刀 日本指挥刀 何人所赠 黄军所赠 在啥地上 牡丹间五合楼 这是郑宗的主旋律电影 票房很好 我认为他满足了这么三点要求 第一个 价值观输出的方式变得人性化了 第二个 主人公个人的形象变得生动饱满 不单一的 不是脸谱画的 第三个呢 普遍运用了商业大片的运作方式 这三条加一块 主旋律电影 才能迎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像 美工河行动这样的春天